接下來我們要請各位同學注意 我們說公式很簡單 就是F等於MA等於 但是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解決力的問題 是在上學期我們教的時候 我們就提過了 所有力的問題 我們在教復生講過 一個問題 第一 確定誰受力 誰受力 二 受哪些力 哪些力 畫出力圖 向左 向右 向上 向下 畫出力圖 然後三 問自己 合力是不是0 只有兩種 是0跟不是0 如果合力是0 就很簡單 向上合力等於向下合力 向左等於向右 合力不是0咩 就F等於MA F等於MA 就F等於MA 所以 誰受力 受哪些力 合力是不是0 40 上等於下 左等於右 不是0 F等於MA 然後考試考F等於MA 考什麼咧 第一種 最簡單 直接看 F多少 M多少 A多少 F有多大 M多大 A有多大 或者是M多大 A多大 F多大 直接看 這比較簡單 我不告訴你A 我要你去算 我用前面的運動學 我給了速度請你去算 加速度 當然會倒過來 先用F等MA 算出A 反過來 速度多少 也可以 也可以 然後呢 偶爾有人會讓你求質量 這很少 還是有人會讓你求質量 還有一種最麻煩的 給位移 給位移 用位移去算加速度 這個最麻煩 這是最麻煩 好 來 舉例 簡單題 直接帶 你看 光滑水面上質量5公斤 受力10牛頓 加速度多少 你就直接帶公式就好啦 F等於什麼 MA嘛 所以呢 有沒有M 有 5 有沒有F 有 10牛頓 往裡面塞啊 塞完之後答案就叫做多少 2 算完了 簡單 直接帶公式就可以了 而第一種類型 所以 同樣的簡單題 請問你 練習06 20牛頓盡力 適用在5公斤的物體上 請問你 加速度會有多大 加速度會有多大 24號 6號 B 你做過 你選B 請坐下 你選B 加速度會有多大 當然跟你說要直接 這個要直接帶公式的簡單題嘛 F等於MA嘛 有M嘛 5公斤嘛 有F嘛 20嘛 就帶進去嘛 20等於5成我的 不曉得嘛 所以不曉得就多少 4嘛 所以答案就是4 好 這裡就只是位之數換一換 所以下一題也一樣 下一題也一樣 這裡改是 改成問力有多大 一樣嘛 只是那個位之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通通都 一樣嘛 好 也是屬於這個直接帶公式的基本題 簡單題嘛 帥哥男有嗎 找不到帥哥男 29 29 200 200 誰啊 18 多少 80 80 40 多少 40 請坐 你說答案叫做40 來 直接帶公式F等於MA 有M嗎 有10 有A嗎 有4 所以F等於MA就是 10成4 答案叫做 40 40牛頓 不要40牛頓 OK 這 這些就是我講過的第一種題型 很簡單 直接帶公式 這跟前院的正比反比一樣都很簡單 是送分的題目 希望他可以把分數送了出去 就直接帶我們的F等於MA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種題型 OK